HELLO 歡迎收看澳洲生活頻道 他是Alan 我是Jimmy 不要擾亂 不要擾亂有些新的觀眾不知道 就真的分分鐘以為你是Jimmy 我是Alan 先說清楚我是Alan 他是Jimmy 我是一個男子名字 所以大家認住我 他是一個女人 我是一個男人 其實我先扯開這個話題 我以前一直都不認為我這個名字有什麼影響 在香港人都沒有所謂 Jimmy的名字發音都整個女人 所以沒有所謂 但我發覺來到澳洲人會怕澳洲人會以為 為什麼兩個男人結婚 你知道澳洲很普遍的 彩虹生活 所以來到這裡我經常都很忌忌 要寫著名字我是誰的妻子 然後Jimmy 經常都會覺得 哇 兩個男人 在澳洲當你形容兩個人的關係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會用Partner這個字 因為這裡的性別歧視的考慮很嚴重 所以無論是男女 男女 女男 男 男 女女 通常都會叫Partner就算 當人一形容Partner的時候 你就要說起耳朵究竟Partner是代表什麼呢 有時候兩夫妻都會叫Partner 然後我們都認識到一些朋友 他們真的是女女 男男都不一定 所以很普遍 好了 我們就扯開了話題 扯開了一分幾兩分 好了 講到這裡 原來軍事欄澳洲有一個 Solar 電池補貼 是 其實過往幾年都已經說 補貼裝Solar Panel 但現在開始有一個新的補貼 就是讓你安裝這個充電器 一直到現在為止 Solar Panel 太陽能板還是有補貼 而最近新出 昆斯蘭州出了一個 關於電池補貼 由三千元至四千元不等 嘩 好似很好聽起來 嘩 一看到有錢就先開眼 如果不知道舊的充電器有多少錢 三千元至四千元還不錯 其實我當時一聽到你這樣說 咦 可以啊 我也是這樣想的 但是你要安裝一套 這些系統 如果適合你家補貼 究竟你要付多少錢才足夠呢 首先要講一下這個寶座計劃 其實它好像是指限 你家裏本身已經安裝了Solar Panel 你才可以申請的 是嗎 如果你真的現在連Panel都沒有的話 你可以一拼拿布架來拿這個補貼都可以的 即是你先拿布架的時候 連Panel 連Battery 拿布架 它批你的寶座的時候 連Panel 連電池來做這個寶座都可以 只不過一次過推出 它就沒有說你一定要先安裝了 然後再拿布架 然後再拿個Subsidy 就不是這樣 哦 不過這個和Panel 的寶座有些不同 Panel 的寶座 就是直接在安裝的商戶 直接在那裏 跟政府扣錢 你就不用upfront給錢出來 即是你收那張布架單 已經扣了寶座金額了 但是現在這次的電池 是要先給付存費 然後再向政府Claim 3,000 或4,000 元 那你說到3,000 和4,000 元 即是有不同的情況 才是3,000 和4,000 元 那怎樣計算呢 那就視乎你的全家收入的限額多少 如果你是18萬年薪家庭收入以下 你就可以拿到3,000 元寶座 那如果年薪是66,670 元 好像是6667 那就可以拿到4,000 元寶座了 哦 就是這樣 那如果你兩夫妻都是做事 一個正職的話 那這6萬多元應該很容易過 哦 但是就3,000 即是18萬那個 就3,000 元寶座 即是你的平均年收入 每人兩夫妻9萬元 是 是 好了 那講到多少錢之餘 好了 講一下這塊電池 多少錢呢 那我就找到兩個reference的quote 究竟有沒有discount 不知道 是 那一個10度電的電池 我們叫10度電 即是10kWh的電池系統 講到11,200元 那這個就是 是的 就是10度電的一個電池系統 那減了 譬如來減4,000元 補了 即是大概要給7,200元 嗯 那就是有10度電的電池了 10度 我想先聽一下我的概念 10度好像很少 10度即是甚麼 是的 其實我每一天用多少度 是的 那真的要計算一下 所以 在這裏我們要知道 我們究竟這塊電池夠不夠 會不會我們夜晚真的開冷氣的時候 都可以頂得到 如果我們真的開了冷氣之後 原來電池晚上會乾燥到 零 去到 10度電 去到半夜 原來沒有電 要拿回市電的電力的話 那可能 始終都要交電費 是 那我們怎樣知道 我們究竟會用多少電呢 很簡單 唉 很簡單 這真的要講一下 因為我覺得 網友大家都是 如果看我的片段 很想 透過我們可以得到一些資訊 怎樣計算 如果我要去想一下 我家裡 值不值得安裝這塊東西呢 那應該要計算一下 那數的方法是怎樣呢 阿陳Sir 阿陳Sir 其實人人不同 家家戶戶的使用電量都不同 所以不能夠一概而論 你要自己 衡量你值不值得去做這件事 但是基礎就是 你要有電費單 是 那如果你是已經用了 你的Solar Panel 一段時間 你的電費單 就會有兩條數 可以用來參考 一個就是說 你在交正常電費 就是那個度數 就算有Solar Panel之後 我原來那個季或者那個月裡 都要給那個電費交出去的話 譬如我用我現在的例子 這樣計算 我在一季裡 就是要用1380度電 是要交電費 一季就是三個月 是的 一季三個月 這個是每度電 在昆斯蘭 就是三毫子左右 三毫子一度電 那數是怎樣計算呢 這條數已經是扣了 你日頭有太陽之下 你用電的量 那條數了 扣完之後 你還要再去 還要用市電 用1300度電 是的 那數還要轉 我們情況這個電數 應該是晚上 開冷氣開燈 或者是雪櫃24小時開 會用到的電量 1380度電 是 好 而另一條數 在帳單裡見到 就是Solar Panel 會碑 我們這個數是1078度電 就是我們供電給電網 是 但是這條數不值 不值 因為我們供電網 我們只收回它 毫三指 哇 差了一半有很多 即它賣給我 就是三毫子 我賣給它 就是毫三指 一個來月會 它賺毫七指 好虧 我這樣聽話 即是說現在這千多度電 即是說我日常用不完 然後晚上又不能用 因為沒有了 用不完 就還給它 但是 這麼低廉的價錢 還給我 我這樣說不值 一半都沒有 所以你這樣說 我即時想 那我應該要裝個充電 因為我起碼可以儲回那千多度電 不用虧了那千多度電 對 因為我本身每一季都要倒銀一千三百度電 那我如果用完這千多度電 那我便可以 就不用給那毫七指的電費差價 給它賺了我 是呀 是呀 那你繼續說一下 數就是這樣 對 那你怎樣成怎樣減 那這一千三百八十度電 就當你是晚上沒有太陽的時候 你無論如何 你都要用它的電 是吧 因為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那你下面那條數的回輸 就不會有條數 就會是零 是吧 好了 當我用我的充電的話 我能夠將這千零七十八度電 都可以在晚上我用得到 即是一來一回 我就可以扣回那毫七指的差價 即是說我一季 就是那一千零七十八度電 一年呢 就可以省下毫七指 那這條數一成呢 就是一百八十三元 嗯 即是每季 我可以給少一百八十三元 是的 即是一年化開的 就是七百三十二元 好數口 嗯 那然後呢 當然是按了數再說 是 即是一年呢 就可以省下七百三十二元電費了 嗯 挺好的啊 是 但是要看回你的成本 你的成本就是 剛才我講的那個十度電的電池系統 就是要只給七千二百元 是 即是要計這個回本期才在想 我值不值得投資這塊電 即是我先給七千元出去 然後每年呢 我就省下七百三十元 嘩 即是說呢 那要十年啊 十年呢 那塊電池就回本了 是 如果這樣說的話 那怎麼辦呢 即是第十一年呢 你開始賺回 有賺嗎 即是我現在這樣 真的不是那麼值得 那條數就是這樣 那當然有其他的 Hidden Cost 還有一些隱藏成本 因為那個電池 你買回來 你可能要付錢 去做維修 保養 或者可能會壞 嗯 還有呢 十年究竟那套電池系統 能不能夠 last 十年 都繼續可以用到呢 嗯 或者可能你七年已經打柴了 你可能要換電池 又要放幾千元下去 令它繼續走 所以這個就是要你自己去考慮了 是 那我就想問一下 我們呢 之前裝這個Solar Panel 的時候 其實你也有計過這個 這樣一條數 是啊 那你發覺其實 那當時我們佈的東西 就是四千元嘛 嗯 那你呢 你算看這幾年來呢 那條數其實已經回了本 是啊 不止 我們用了差不多五年 我們用了五年 是啊 那其實我們是在第二年幾第三年 已經回了本 嗯 那樣我們 那套系統就是四千元左右 多一點 然後我們每年呢 是可以呢 是幫我 generate 到二千元的電費 嗯 就是節省到二千元的電費 因為我日頭的電 都消耗到幾大 因為日頭有人 又會開冷氣 那所以呢 是會節省到幾多的電費 對的 而我當我二千元一年 其實兩年我已經是 理論上兩年已經回本了 我大概鬆一點 三年回本 那現在已經是 省著電費回來 已經賺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 如果我用了大概四千元 這個概念 就可以兩三年回本 那會不會 那個battery 都是這樣計算下去 那會不會 那個battery 其實如果可以便宜一點 便宜到四千元 那就已經可以 兩三年回本了 那這條數就會好一點 如果battery 真的要 就是你out of pocket 用真的四千元 買個電池系統回來的話 我當用這七百三十元來計算 那四千元 除以七百三十 那就是七五三十五 七六四十二 那就是差不多五年左右 五年多回本 嗯嗯 那就好像好一點 是 似乎五年的系統 還可以 還未打柴的話 都應該可以打得和 是 打得和 那如果第五年又打柴的話 你又要換電池了 好啦 如果這樣我聽起來 我現在得出一個結論 就是不裝 是不是這樣 就不要裝了 你是否這樣想 都是的 我們從經濟角度去看 這七千元 如果我來買一個有回報的股票 是 基金 債券或者什麼都好 而它又給到 七里的回報的話 那就是說 我十年 我的投資回報 就可以回本 即是說雙倍 嗯 好了 那就等於電腦的電池系統 其實不是的 因為你買了股票 仍然是值錢 是不是 嗯 而買一個電池 十年之後 它可能會打柴 那個會有折舊的 是 會折舊 而你買的股票 是不會折舊的 到時你本利和 你就會有雙倍 就是有14000元回來 如果你這樣計算 那就是說 你會寧可將這七千多元 就用來投資 嗯 那投資賺回來的 其實收息 那你就拿來 給電費 給電費 都更值得 是啊 是不是 如果你想獲得你的成本 你就應該買電力股了 買 Utility 那你收回股息 拿來給電費 就可以了 那你心裡便安樂一點了 哈哈 總之現在到現在為止 就算政府說 比三千也好 四千也好 都不會打動到Alan的意向 對我來說不會 對啦 你們自己計算自己的數 好 應該有一些家庭 反而反過來 是更好 有得著數 有機會的 除了Battery之外 就是你省電費之外 都有其他的優點 你可以考慮 比如剛才說 停電的時候 你不會失去電 是啊 開心 是啊 最重要是這個 是啊 我這些 我不懂得怎樣去想 什麼投資 幾年才回本 因為我從來 你想想我家裡的電器 我怎麼會想 電視機買完之後 什麼時候可以回本 或者洗衣機 什麼時候可以回本 這些吸塵機 我沒有的 買回來 我就在享用它 所以對於這個 Solar Panel的Battery 我如果不是你身邊有利 你幫我計算 買 為什麼不買 停電就仍然有電 夜晚 我又可以用回日頭的電 多開心 覺得賺光 對嗎 我就是這樣想 不過如果你想停電的時候有電 也有一個方法 我上一集也有提過 就是一個叫Diverter 是 就是在你的電箱裡 叫電工幫你安裝一個Diverter 就好像一個插鬚 反轉插鬚 當停電的時候 你就把那個Diverter 就好像一個撥左撥右 好像一個WALF 這樣 把它撥到第二個插鬚 而這個插鬚 就駁到你的Generator 是 即是你發電機駁到這個Diverter 就將它可以供電給你全屋的電 好 那可以了 現在既然是有方案 解決到我的困難 所以我們一於 就不買個Battery 就搞一搞那個Diverter Diverter 那一個一千幾百元便可以 找你的電工商量商量 是 那你又不去計算 那是甚麼回本呢 那是一個保險來的 因為它平時是不用的 是呀 保險是不能回本的 因為沒有事發生 那些就是新貨幣 有事發生 你就可以避免你的貨幣 這些就叫保險 如果買這塊 我當它是保險的 就正如我買一個Generator 我現在到現在連一滴電油 都還沒放進去 那是一個保險來的 有事的時候我就放進去 那塊都是幾百元而已 那塊都是幾百元而已 那塊就放在那裡 拿來甚麼話 鎮住這間屋 是呀 其實是它對生效的 因為鎮住鎮了幾年 都沒有發生 就馬上就沒事了 其實有效 這幾百元真的很好 對 給得抵 所以那個Diverter 都可以考慮 好 那一於這樣說 這條片去計算 分析 我們最後 大家都知道 我們不會去買這個Battery 那就知道了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好嗎 好啦 這些全屬是我們的個人意見 那你自己的選購的決定 就由你自己去想 好 下條片見 拜拜